我和林家几个小孩到升降机大堂前的空地猪蜜藏 这样又唱又玩又笑 天真无邪的笑声响彻整个走廊 爷爷说过 天台小学没有多层教室 两班同学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学习 朝夕相对 仿佛住在同一屋子里 踏出地铁站 便见到满街地摊 七穿八孔的花布上 躺着松高鞋 旧铜壁 复古铁表等过时的东西 聊聊几笔 一个个老香港的影像跃然之上 字里行间装满了笔者们对老香港的怀念 这些字句皆出自于香港学生的文章里 7月9日 第五届两代琴中文比赛颁奖典礼 在香港美科楼举行 九名学生从于9400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分货小学初中高中组关押几军 今年的比赛主题围绕公屋 天台小学旧区等港人熟悉的场地 学生通过与长辈交谈 了解昔日乌村岁月 及上一代人拼搏进取的香港精神 今年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黎靖豪 凭借文章《公屋寻宝记》 获得小学组冠军 黎靖豪在文章中 回忆了自己童年时 在祖屋居住时的快乐时光 并通过文章展现了公屋中左邻右舍守望相助的温情时刻 黎靖豪称这也正是他在公屋里寻到的宝物 中学祖冠军中二学生陈千月则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与妈妈走进香港旧区亚疗界的所见所感 在她的文章里 旧区中药铺的药柜化身为情剑 中药师则为情师 以手作物别有一番趣味 陈千月称旧区最大变化是人情味的消逝 呼吁大家多关注身边的人和事 不过分沉浸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现在科技很发达 可能我们打几句message 已经可以找到对方 但是以前是真的可以要约出来 才可以面对面的见到大家 我觉得现在科技好像令人疏远了 我觉得应该要不要太依赖科技 多点留意身边的人和发生的事 获得高中组冠军的中午学生谢恒山 则选择歌曲《巨轮》 来表达自己对昔日香港人情味的怀念 谢洪山称 随着时代变迁 承载着多数港人回忆的街边小店 很多已经关闭 但香港人勇于拼搏的狮子山精神 和守望相助的信念永不磨灭 希望大家珍惜身边可贵的人情 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 迈向更好的未来 据悉 梁戴琴争分比赛是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 美和楼香港精神学习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 香港青年旅社协会主办